零 零 左邊的左腹 寫得都還蠻厚的 好 起筆扭一下讓它從粗到細 寫得好像一個拐杖頭 然後這又寫得暗的整個鋪開 然後這個下筆不離點 先下來 再扭過來 有點弧度 然後這又很細很細 沒有很細,誇張一點 筆上面想細很多 這又比較細 然後這比較圓勁 然後這撇比較方硬 直直的送出 再折一次,再撇 好,那的話 鋪得比較長 鋪開 好,零 王,又來一個不等長的字 加一點粗細 這種粗粗細細 是一定跑不了的 短短長長 也跑不了 做短短長長 這間距 下筆 有點粗細 有點弧度 很明顯 這間距是不等長的喔 公 下筆不離點 點了以後再撇 下筆 這個圖釘 點 提琴點 後面比較飽滿 這一個 顯得要非常的緊湊 中間的縫隙 越細 不是越小越好 要比較小 這樣字就會覺得很凝解 魚 魚的話 我習慣先寫中間 這種筆畫 一向都習慣 先寫中間 再折進來 那筆畫那麼多 就要注意第一個 間距 第二個 它的縫隙 是不是過寬過窄 好 魚 上面伸得比較長 拉下來以後 加一點粗細 其實它這裡太短了 看來是沒有配好 但是一樣 不准幫它改 上面 扭一下這下 然後這個有點弧度 過來 它為了要閃這個 這個橫畫 所以它這兩個筆畫 略顯上面一點 然後這個也一樣 高起來 折 包進來以後 這邊待會 突出去一點點 然後可以這個間隔 這間隔 這間隔到它也沒弄好 好 瘦硬的筆畫 後面再按一下 扭轉一下 產生骨頭 那皮要夠長 不然撐不起來 點料夠開 有發現坐在這裡好開 好 魚 抬 抬的話 上面兩個圖 寫得到是蠻扁的 覺得有點 下皮不力一點 稍微拉動一下 後一點小小弧度 長短這兩個 還是有分長短 下面稍長一點點 那口又開始收緊了 因為要寫很多文化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寫得非常扁 好 然後這個寫得非常地近 這個間鞭一定要抓好 不然 通常這種 筆畫多了 間鞭不抓好就完蛋 然後字 好 一樣靠緊一點 它的縫隙也不能大 不要看它筆畫很多 中間留一個洞 給它 鬆掉的感覺 起筆慢慢變細 然後這個 又是靠左邊 拉過去右邊 看不太清楚 但是比較短 接 接這個一定是短短的上去 下筆不力一點 再拉動 然後這個條一定非常方硬 然後這裡一定是斜上去 這裡可以下筆不力一點 然後再一個弧度 然後斜上去 記得壓下來 然後擺 撇過來 要形成一個微微的包覆之勢 折 但是也不要太誇張 太誇張了 像延正卿 柳宮犬還是有點受盡骨感 包的話 包太遠 就會像延正卿 一點點的包圍之勢就可以了 夷 這一片一堆夷字 跟一堆魚字 超多的 不過這個字倒是看起來 骨頭比較少 下筆不力一點的地方比較少一點 一